二、二、一开始 问个问题 买一万块钱以上东西的时候 您属于哪种人 不怕贵 认为进口的就是好的 打一 不爱当韭菜 觉得够用就行的 打二 和我一样 自己做不了主 需要请示上级领导的 请把毯子打在工程上 2400瓦秒的国产闪光灯电箱 没有高速同步 没有梯条 竟然要价将近四万块 带两个灯头 凭什么有这样的底气 带着这样的疑问 我开始了神牛 P2400闪光灯电箱的测试 从型号命名上 P2400并不属于AD系列 所以它没有高速同步 没有TTL 而P2400的定位 并不是针对普通摄影师 这是一款纯商业定位的 高性能电箱产品 于闪光灯而言 色温 功率 闪持 回电 这四项才是商业摄影选择闪光灯器材的硬指标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一下 首先说色温 色温稳定性是衡量一款闪光灯产品最重要的指标 也是能否符合高强度商拍工作的必备条件 要知道一些商拍一天拍摄量可能是几千张起步 就像我有个朋友 去年买了AD1200 Pro不到一年时间 他的电箱已经傻了三十多万次了 每一场拍摄基本都是六千张起步 而在这种拍摄中 闪光灯色温如果飘来飘去 照片一会儿来一会儿绿的 你觉得甲方爸爸会怎么说 有朋友说单看实测数据表格没意思 那么这次咱们就玩点四季 来个真人秀 首先有请唐琪注冰超模 Miss Nubi闪亮灯 然后就是我们之前参加测试的 新锐时尚摄影师 江湖人称快枪手 Charlie Zan 我们要Charlie Zan 以最快的速度连续拍摄 来模拟高强度商拍的实际使用情况 对比Nubi的要求 则是一张一个pose P2400双灯头输出 两个灯头不同的功率 随便不过光 我们来看看色温稳定性 到底如何 觉得摄影师不行的 请扣一 觉得模特不行的 扣二 觉得电箱不行的 请把电箱发出的声音 敲在公屏上 单灯头2400瓦秒的大功率 双灯头非平衡输出 可以做到一个灯头2238瓦秒 另一个灯头160瓦秒 要知道 即便是进口品牌的电箱产品 也要顶级型号才能达到这样 所有两个灯头都支持16个分组的设置 银闪器你可以使用神牛的X1X2XPRO XT32 还有433赫兹的FT16 双系统银闪接收模式 好评 电箱屏幕下方标出的T0.1闪光持续时间 跟我们实测的数据基本一致 这个在拍摄的时候作为参考还是非常方便的 个人建议P2400在凝固模式下 使用6.0到8.0这三个档位 无论是回电速度还是凝固能力 以及色温区间都会有不错的表现 说到了回电 神牛P2400回电 即便是满功率2400瓦秒的输出 也是秒回 不对 应该是不到一秒就回 稍低的功率更是随便拍了 非常适合快枪手型摄影师的速度 为了测试灯头过热回电降速 我手动按了200多次的全光输出 那就一个爽 灯管都让我给你按红了 电箱出风口的温度一点都没升高 这两边一直都是凉风 我知道你们想的啥 过热了晃灯头 我问过了 不行 必须降速 或者你用小一点的功率 就可以一直拍了 即便我告诉你们这个电箱只适合拧棚使用 我知道肯定还是有人会问 外拍没地方接电怎么办 于是呢 我拿出了我的L800X 虽然是前几年的产品 但是在我这儿保养的还算可以 200瓦的SL200插在上面还能挺个个百小时 但是啊 但是 这个T2400带不动 电箱直接一万报错 一边气电源呢 也是惨叫道 弟弟不行 弟弟不行 算是应该没吸了吧 拿出功率测试插头一看 3680瓦 怪不得要16万的插头 那个弟弟是真的不行 虽然看我闪光灯评测视频的绝大多数是行家老娘 甚至是工厂开发人员 但还是会有一少部分人问我 自己需不需要这样的电箱 我告诉你 问这个问题的人 你不需要 因为你在看这个视频之前都不知道这个产品具体的用途 AD系列才是大多数人需要的 有人说P2400比L200贵那么多 AD600Pro才是最具性价比的 没错 按照这种逻辑分析下去 最后你只能去用太阳 去提高相机的感光度 去买更大光圈的镜头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商业摄影要的是什么 要TTL吗 要高速同步吗 能用高ISO吗 我说的可不是拍婚礼计时 我说的商业摄影至少是按张收费的 不是一天几百块钱那种 真正的商业摄影 要的是设备的稳定性可靠性 要的是逼格造型 要的是与众不同 你见过几张时尚大片是1.2大光圈 怼个高速同步 靠背景虚化来衬托主体的 你见过哪张汽车广告摄影师用的是TTL拍摄的 你见过哪个房地产海报 是提高ISO感光度 开大光圈来曝光的 所以P2400面对的是中高端工作室 大型商业影房 器材足领公司 实测结果 追凭进口品牌同级别产品的纸面数据 价格只有不到进口品牌同配置的三分之一 这样的表现 对于真正需要它的人来说 不到四万块的售价 真的就不算贵 关于这个店家 其实我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点 没有讲 那就是这款H2400P的变焦灯头 我决定单独拿出一期视频 从演示到拍摄 我们来好好的说说它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这期内容 别忘了赞评必转支持一下 因为分享所以更强 我是老赞 咱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